好了,又來到我們的投注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來對講 接下來2024年3月16日星期六,沙田賽馬日的賽事 今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單Q一槍過 和大家買回兩隻馬匹 至於今次我們不買到的場合 其實就會是這一場的第九場 這一場第九場是我們的二班草地斯加三欄 1400米的賽事 今場馬,有11隻馬匹來跑 也不算太多馬,也不算太少馬 不過今場馬,其實就有些實力馬放在那裡 很明顯有些實力馬放在那裡 說的是哪些呢? 就像這些6號的馬林一樣 這匹馬林,其實我和大家說 它的賽勢是相當之厲害的 這匹馬林真是非常之強的 真的是一隻不弱的馬 你看看它今季的成績 它今季其實就是跑了八場的賽事 八場裏面做到四分 一個第三,兩個第四,一個第五 八場裏面有四分 所以你會看到這隻馬絕對是不弱的 是相當有實力 尤其是跑那些沙田草地1400米的賽事 這隻馬跑沙田1400米 就非常之正宗 不斷贏了 由四分贏到上三班 接下來又再跑那些沙田草地1400米的賽事 雖然說是升班來跑 但是我覺得這隻馬絕對是有資格 能夠應付到二班 雖然說是升班 但是我覺得它的能力 以這隻馬林的能力 你看回它最近的贏馬姿態 看回它的對手 這隻馬很明顯強的 上仗的第一 它是贏到鐵金剛 大浪 桃田 很厲害 這隻馬是完全不差的 鐵金剛 這些是很厲害的馬 甚至說這些很厲害 經常勝 就是能夠入格 賽職都非常穩定 所以馬林 上仗輕鬆 贏得到他們 我覺得這隻馬林真的很厲害 跑千四 不弱 在接下來這場馬 這組馬 這組馬 我甚至覺得這隻馬林 基本上是最強的那隻 最強的那隻 它是 它是最強的那隻 這次還要說 排著二檔 漂亮檔來跑 也都相當著熟 排好檔 背著輕綁 配分班德麗 班德麗這位騎士 都是曾經 騎棍騎屬這匹馬 贏過他的騎士 所以配分它是非常好的 整個配搭 完美 基本上你都沒有什麼挑剔它 沒有什麼挑剔它 所以 接下來的這場馬 本來 我第一隻 首選 已經是選到這隻馬林 真的 因為 論實力 我覺得它真的是最強的那隻 但是 再仔細看這場馬之後 接下來的這場馬 居然說 我們沒有選到這隻馬林 為什麼不選它呢 原因就是 因為 再留意這隻馬出賽的紀錄 再留意這隻馬出賽的時間 就會看到這隻馬林 上將跑的時候是3月3日 大哥 接下來這場馬再出再跑 是3月16日 即是說相隔多少天 其實你只計算日子 相隔12、13日左右 這麼快再出再跑 到底會不會有問題呢 因為這隻馬 在跑那些高班的賽事 不是說輕輕鬆鬆跑五班 這隻馬最近是跑那些三班 四班 二班的賽事 即是說 都不是這麼簡單的賽事 那你還要這麼頻密 跑會不會出問題呢 在體力方面 其實我對於這件事是有懷疑的 因為你看看這隻馬 其實以往 它相隔的日子都比較長一點 休息期都比較長的 9月10日 跑完一場 10月1日才再跑 11月5 12月3 都沒有試過好像這場一樣 隔到這麼短的時間 隔十多天又再跑 所以我怕這隻馬林 就是說體力方面應付不到 純粹是這件事 因為馬不體力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你休息期夠長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隻馬林 儘管它最近多強也好 就是因為它休息期太短 搞到我們對於它卻步 這次就沒有買到它 再加上這些馬肯定做熱滿 上場都3.6倍 接下來應該又熱了 班德里騎它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熱的 之前2.8倍 班德里騎 這次又再做大熱的話 其實我覺得 不是太值得來對方 真的因為休息期太短了 再加上 今場馬韋達是出兩隻的 韋達出兩隻馬的情況下 會不會就是出現體出的情況 我認為其實要考慮 我認為是有機會 所以這場馬其實我沒有選到馬林 相反反而我們就是 選這隻3號的95尺套 這次是選到95尺套 為什麼選它呢 我們看看這隻95尺套的賽職 這隻95尺套 你看它的成績沒有那麼好的 對比起馬林的話 這隻馬在今季跑了五場 五場一路都沒有表現的 最近跑的第七第八 輸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都選它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隻95尺套 上將中翼套 如何騎它跑的第八 上場是排了一個六檔來跑的 95尺套 就是這裏的 6-3 紫帽的這匹馬 紅色戰追至左 大家看看是如何跑 這隻95尺套 上將呢 其實你看得到 它的前竹都快 中翼套比兩步 已經壓到前來跑了 但是無奈地 上將有一隻馬 前速比它更快 你會看到這隻 有一隻馬比它更快 所以其實 上場馬 雖然說95尺套快 但是有隻馬比它更快 的情況下 這兩隻馬就出現鬥消的情況 兩隻馬鬥消 搞到這隻95尺套 不能夠自己一隻放 不能夠自己一隻擺前走 你這樣跑的話 就不是它最佳的跑法 因為這隻馬 其實之前的夜馬 都是自己一隻走 自己一隻放 這樣是最好的 現在這樣 你和人們燒一燒 對於這隻馬的影響 相對來說 比較大 所以你會看到 今場馬的步速 所以就不同了 今場馬的步速 都是偏快時間 快過標準時間 快步速基本上 就來追 導致今場馬很多後上馬 都追得到 你看得到 每隻都蓋上來 每隻都蓋上來 95尺套 最終就不能夠跑得好 反而就是一些後上馬 湧上來 過了 所以這隻馬 這隻95尺套 為什麼會輸呢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因為上將的步速不對 上將有馬 搞他 導致了 這樣就輸了 所以我認為 上將這隻95尺套 說真的 是輸得挺不值 再加上上將 它對著強組 是吧 這隻95尺套 上將 是對著 陸續無限 這隻95尺套 真的有這些 這隻馬其實不弱的 陸續無限 這些馬 今季三邊 一個第二 一個第三 基本上 跑五場 都沒脫過頭三名 成績相當好 那些95尺套 其實也是 經常勝跑第二 又是成績很好的 之後 當然還有 紅運帝王這些馬 紅運帝王這些馬 其實上將跑完 第五 再出都跑到第三 成績 又是相當理想 相當好 那些的愛心 又是再出 保重跑第一 所以其實我認為 95尺套 上陣對著的 這組馬 絕對不弱 而它跑第八 是輸得不低 接下來它再出再跑 我認為 就不能夠 看少這隻95尺套 這隻馬 目前來說 它的評分 都降下降下降到91 去到91分 這些水平 其實我認為這隻馬 就有機會 是贏得到的 因為你看看它今季 今季其實這隻馬 跑的那些 沙田草地 1400米的賽事 平時94分 都能夠跑到第四 其實都叫做跑近 開始是有表現的 94分都有表現 之後去到 這些1600米賽事 它都跑過第七 而這些第七 又是對著強組 你看看 當時它就是 對著那些 嬌陽明區 進馬快車這些 嬌陽明區這匹馬 有多厲害 大家應該清楚 最近三圈 今季加上 四圈 一個第三 勝出很好 這場馬對著的對手 又是厲害的 新力高升 運輸神區一先生 一堆厲害的 我覺得它輸得很正常 它跑第七 是正常的 但是你看看 仔細看 原來人家95尺 是贏到武林麥馬 中華聖景 美麗在先 紅愛社 這些 這站馬是什麼 你看看 原來這陣子 還會再出的 武林麥馬 還會再出 中華聖景 還會再出 紅愛社 還會再出 即是 這三匹馬 曾經輸過 給這隻95尺套 所以以馬論馬的話 我覺得這隻95尺套 其實在接下來的場 應該是要 稱高一點點 應該是佔優的 還有 再加上 這隻95尺套 它就不像那些 馬林那樣 那麥麥跑 這隻馬是 偷舊才會再出的馬 它對上一場 跑的是 一月二十一號 現在 再出是 三月十六號 這隻馬 偉大是被它偷舊 才會再出來跑 完完全全是 賺了體力的馬 這次還要是 排了三檔 漂亮檔 它放出來 我相信應該是輕鬆 應該是容易的 這隻馬 其實都沒有快馬 走的 這隻馬 這麼快前速 我相信 應該是可以的 以它的跑法 馬 就用回之前贏馬的跑法 擺前來走 隨時一放到底回來 所以這次偉大出兩隻 不排除它 這次是抵出的 我跟大家說 真是 如果你再仔細看 它這次的配備也有轉變 這次是怎樣 CP 拿走了 帶回SR 帶回SR CP拿走了 帶回SR 照舊帶回交叉秘固 這是什麼 配備變動 其實就是 它想用回燃馬的配備 它燃馬的時候 帶SR帶XP 帶SR帶交叉秘固 接下來這一場 不就是 特意轉回SR 給它 之後 帶交叉秘固 所以這次 它是用回燃馬的時候 那些配備 如果這隻馬是次選 如果這隻馬 是根本跑不出的馬 它為什麼要做這些 配備轉變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這次做這麼多東西 來轉變這隻馬 真的絕對有機會抵出 絕對有機會 是說爆這些馬 是不是 一隻做熱門 什麼飛 另外一隻馬 居然就是爆冷抵出 是不是 絕對不出奇 所以今場馬 我們 第一隻會選到馬匹 選回這隻 95尺套 來買分 看看偉達 會不會抵出道路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 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這次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馬匹 是哪一隻呢 其實呢 我就想選擇這隻10號的 競進輝煌來買回來的 為什麼今次會選擇這隻競進輝煌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隻競進輝煌的賽式 這隻競進輝煌 其實基本上呢 今季跑了兩場 兩場的表現都不差的了 這隻馬今季季初出那場 就跑第二 再出多場 就已經說保重跑第一了 兩場馬的成績都相當好 基本上我認為這隻馬 都是一隻很有質素的馬來的 這隻這樣的馬呢 其實真的 血統是說不差的 所以你會看到 從初出開始 密道朗都抓緊他 不放手了 初出的時候 密道朗騎他 跑第二 再出多場 密道朗都抓緊他 最終和他保重跑第一 所以這些馬其實都是一些很強的 有質素的馬 密道朗先會不斷抓緊不放手 不斷抓緊不放手 而你看看這隻馬 上將由密道朗騎的時候 贏馬的姿態 上將這隻馬就排了個八檔來跑 這裏的這隻馬就是他 黑衣黑帽 紅色戰爪之左 大家看看這匹馬上將如何跑 這隻勁進輝煌 上將其實採取一些抑前走的跑法 來跑的 你看到這隻馬上將都抑到三四位 今天的位置 他都承得非常之前 非常之主動 儘管上場 這麼多的快馬搶都好 他仍然是能夠放在第三第四位 所以跑法 這隻馬都是相當之主動 可以跑到 去到轉彎入直路 這隻馬 你看到他 一看空到 一去到法力 已經是能夠彈得對手 跑到後面的對手 完全是不能跑 騎士一比下去,這隻馬的勢就非常好 完全是彈得對手,跑到後面,馬就完全沒得追 所以我覺得這隻勁進輝煌基本上,上將的野馬姿態 甚至之前跑的第二,都足以證明得到這隻馬 最近是非常之有狀態,非常之有成績 接下來繼續跑回鹽馬的千姓米,跑回沙田草的二班賽事 我覺得這隻馬是有望再次去到真勝 因為畢竟,今場馬都能夠做一個輕綁來跑 輕綁對於擺前走的馬,都相當有利 這隻馬是擺前走的,其實他也有利 再加上今場馬,都沒有什麼快馬走 所以這些擺前走的馬,總之今場馬主動的跑法,都相當有利 所以這隻勁進輝煌,我是說可以來試試 雖然今次不是用到密道朗來騎,用田泰庵 但是用田泰庵應該都可以的 田泰庵都不會,是說,衰到連擺前走的馬都不會跑的 田泰庵其實,騎馬都OK的,雖然沒有密道朗那麼厲害 但是,你給一些有實力的馬來騎,他都未至於會騎到包大尾 而這隻是有實力的馬,我覺得是可以的 放下田泰庵上去,今次初年都做足了 試買貨集才出來跑的 這些馬可以繼續來試試 所以我們第二隻會選擇馬牌,選擇這隻10號的 竟盡廢獲 好了,講完今場馬,我們會買到哪兩匹馬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次我們會怎樣買呢 其實很簡單,我們只會買到連贏及位置的這個彩池 用這個彩池去買回我們剛剛才提及到的那兩匹馬就可以了 這次就這樣買了,現在大家同路的話,不妨試試 在接下來幾多菜買日,希望大家一起贏錢的 我這裡祝大家贏多一點了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subscribe,按鐘仔 還有like,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bye bye